影片中美麗的地球吸引同學們的目光 更要大家省思對地球帶來的破壞 包溫公園高中每一年地球日活動 都會邀約慈濟人參與 這次特地帶來了用回收的寶特瓶 做成的毛毯和撫會床 讓大家感受回收的重要性 同時也宣導愛護地球最快的方式 就是如素不殺生 我認為食物是很好的事 是非常幫助的 我不是食物 但我會試試 至少一至二次 然後從那裡改變了一點 尤其東非三國正因熱帶氣旋 帶來的災難而受苦 志工們在學校慕心慕愛 老師也帶動學生簽名祝福 為了地球日 幫助所有人在災難 用這些驚喜的材料 再利用 再補充 使用 再補充 它影響了我很多 因為我感到有很多 我們希望他們能夠在生活 在幸福當中也能夠覺醒 因為他們的覺醒能夠保護地球 西雅圖慈濟人文學校 則是帶著學生和家長 以及畢業的學長們 一起來淨灘 看似美麗的沙灘 其實遺留了許多人類帶來的垃圾 一個上午就清出了31公斤 我們有找到小的塑膠 和像保特拼 那還有什麼呢 很多垃圾 他們玩得很開心 但也可以有機會 把整個海灘上面的垃圾 都可以把它撿起來 讓他們知道 做環保愛地球 並不是說而已 用具體的行動做環保 為自己也為後代子孫 留下更美麗的地球 Let's go 大家新聞真正美聚工 美國綜合報導 世界地球日也要停